中国央视前记者王志安在台湾网红节目上面说出诋毁伸脏者的一些言行 引爆台湾社会踏伐 他昨天po出了他的道歉影片 但是如果仔细看他的道歉影片 就会发现这个道歉影片充满了嘲讽民进党 诋毁台湾民主以外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歉意 这里面有三个荒谬的事情 第一个他的道歉影片竟然放在他自己YouTube频道里面的会员付费专区里面 也就是想看他道歉影片的人还得付钱给王志安 但如果要接受他的道歉还得付钱当他的会员 这根本就是荒谬而且可笑 另外引爆台湾社会大家踏伐的是他诋毁嘲讽身杖者 这件事情不仅仅民进党连民众党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表达谴责以及不满 可见这件事情是超越蓝绿白引起台湾社会的共愤 任何一个个人在政治的舞台上 他演讲他说话都应该被尊重 可是王志安却把一个身杖者 来嘲讽他这才是真正引起台湾社会愤怒的原因 跟批评民进党根本毫无关系 要不然怎么会蓝绿白都声援这件事情 谴责王志安呢 王志安不仅不会反省 还拼命的利用这个来赚流量赚钱赚取第一 他的道歉内容还刻意的引导到 好像是对不起民进党批评民进党 才引爆台湾的反弹 错了 在台湾不管你怎么批评任何政党 那都是你的言论自由 讲错了 自然会另外有一群人用言论自由来反驳你 没有人会因为这样的愤怒 王志安引起愤怒的是 对身杖者的不尊重跟嘲讽 这个是超越政党的反离 是抵触了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 王志安来自中国他不懂这个 那凸显了他最恶劣的一面 而他的道歉的影片 还想要透过会员专期赚一波流量赚一些钱 这不仅是荒谬可笑 简直让人家厌恶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 他在节目的内容 对台湾的民主充满了无知 他把三党的造势晚会 诋毁成一个肤浅的民主 他没有看见在台湾的民主社会里面 一票一票选出立场到总统 让台湾的政治权利向人民负责 这深层的底蕴他感受不到 他来自于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中国却在网红的节目上 诋毁台湾的民主是肤浅的 是浅薄的 这个其实是让台湾人民 非常的不舒服 不过大家认为他就是无知 真正引爆愤怒的是 对深藏者的不尊重 台湾也好 世界上各国 不管日本 美国 欧洲 自由民主国家 有民主 有自由 有人权 当王志安这样的表现 无论放在民主国家的哪一个社会 都会让文明社会唾弃 好